天秤女就只有长得像女人 这点也蛮好的 就是不够性感 梅花系列我们终于来到了天秤女 天秤可是生产美女十二星座之最 没有桃花 那事情有点严重咯 天秤女只要进入一个新环境 因为她的外在条件 一定很容易引起周遭的轰动跟打听 很多男同事男同学 都会开始打听 她死会了没有 有没有男朋友啊 但随着时间一长 天秤女周遭的人都交男朋友了 就只有天秤座还是孤单一人 为什么呢 因为天秤女 个性像男人 长得美却不性感 甚至不敏感 说出的话硬邦邦 有时候还带有强势的金属声 工作上还特别严格 而且是个工作狂 所以咯 这样的天秤女在职场上 一定是春风得意 但上述的反差 已经把男同事男同学 吓得不要不要的 对天秤女而言 朋友就是朋友 怎么可以变情人呢 所以如果朋友告白 她会觉得 你怎么可以对我有非分之想 所以如果天秤女 把你当哥们 你却想跟她搞暧昧 天秤女就会装小白 消遣你 吐槽你 用这个来阻止你 而且如果再严重一点 这样都阻止不了你 那天秤座可能连朋友都不跟你做了 至于你不是天秤座的朋友 也不是她喜欢的人 那他们就更无所顾忌了 当她嗅到你想追她的讯息 那她一定会自动远离 不给你任何机会 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 那就是天秤女跟不那么喜欢的人出去 她会觉得很空虚 比单身还要有孤单感 所以咯 爱慕天秤女的人 或想追求天秤女的人 请先确认她也喜欢你 不要轻易地告白 否则会死人 造神之地 大家以为天秤座嘛 风向星座应该善交际咯 私生活也应该很精彩咯 那你就错了 天秤座 平常工作那么累 休假的时候 就喜欢宅在家 好好休息 我们天秤座也很喜欢宅在家啊 因为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在家里做 可是天秤可不是哦 他们宅在家 就只有宅而已 什么都不做 如果可以 天秤座会希望自己 一直躺着 一直睡 然后也蛮难约的 因为可以不要出门 就不要出门 如果可以 她可以三天不洗澡 三餐靠巷口的便利商店解决 这种状态的她 说真的也很难放电 也没有心情放电 其实天秤座 还有一个最麻烦的地方 那就是她不喜欢被追求 如果真的喜欢的话 她倒是愿意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型的天秤座呢 会想尽各种办法 问到对方的电话 或者是找各种理由 打错电话 故意丢错讯息 或制造各种机会 而且不但主动 还有点死心眼 这样积极的天秤女 遇到好男人就算了 问题是遇到渣男也一样这么死心眼 没办法转身离开 因为天秤女实在太慢热了 而且毛还一大堆 喜欢上一个人对她来说实在太难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很快放弃咯 而且天秤女也蛮喜欢自己喜欢上一个人的感觉 这种内心空派 然后每天患得患失 还蛮有寄托感的 所以她实在舍不得放电话 你有病吗 所以往往导致爱错的天秤座 也还是一样会把时间 蹉跎在不对的人身上 真正的桃花怎么会进得来 这也于是会让她们的苦练 还会持续好一阵子 怎么结束苦练呢 那只好等天秤女被甩咯 还有点难甩 可能要一甩二甩三甩才甩得掉 所以最后要总结一下咯 天秤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桃花吗 首先个性请不要这么别扭 或者是请记住 不要在工作上吓死别人 还有 你什么都不做 桃花就已经比别人多了 要好好珍惜哦 老师梅花系列出来的时候 最多天秤女乔丸 他们是不是很不了解自己 你们比别人更没有自知之明 你们可知道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天秤座 往往是遭到了很大的打击 她才如梦初醒 发现自己原来的方式是错的 而且打击都比别人严重 比别人大 因为之前天秤女实在是 太信心满满了 比如说她认为她很有意愿结婚啊 她也把自己搞得挺不错的啊 她努力工作啊 应该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配偶这样 殊不知人家要的也是一个女人 那你们实在太像个男人了 就只有长得像女人 这点也蛮好的 就是不够性感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 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